说 回陛下的话 微臣已奉旨查明 两样都是真的 秋缠烧香 道故未正 为情修本 这是他没有修完的本账 这两件事发生在什么时辰 子时前后 皇上 真是在找东方会的书 主夫爷 真是神了 主夫爷 主夫爷 醒一醒 主夫爷 你醒一醒 别睡了 你再给霍将军算一算 他能不能死里逃生 我跟你说 绞人睡觉 如同谋财害命 让我再打个盹 这铁窗里长日绵绵 你还怕没工夫睡觉 我一会儿就该忙了 天一大亮 我想睡都睡不成了 你忙什么 深暗 神 审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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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了一会儿 皇上就得传老眼神堂 审利霍将军的通天大 所以我还得睡一会儿了 秦安 你事情太忙了 火区病一案就不交给你了 谢陛下 不过 吊死鬼也要找一个替身 才能脱身 你替朕举荐一个贤臣来吧 陛下要臣举荐什么样的人 这一次不问门帝 不问品级 为财事举 但是 一 要像你一样精通律法 二 要另辟蹊径 与众不同 陛下 臣的雅书里好像没有这样的常才 那你就放眼世界 到全长安城去找找看 这满朝文武里面 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人才 除了满朝文武呢 如果东方会还在 或许可以称职 他不在 案子也还是要办 而且 还要办得像他一样漂亮 你大胆举荐 错也无妨 陛下 如果陛下不计前嫌 破格用人 沉到想到了一个人 你说说看 陛下记得 有一个人喝酒也狂 不喝也狂 他自称 东方会和张固加起来 才够得上他自己 对啊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 你怎么想到他的 陛下 张固之才足以断育 东方会激进 足以纵横有余 也许 他能让陛下无余 那他会不会是大言不惭 陛下 以臣的所见所闻 他确实是个奇才 不可多得 那朕准奏 准奏 是啊 不是爱卿向朕推举的吗 朕同意了 你把他带来吧 他还在天牢里呢 朕只让你把他带来 并没有问他在哪 去吧 臣遵旨 臣遵旨 长家归来兮 十五语 长家归 朱飞 吃饭了 这种破饭我早就吃你了 种饭 不然我等着皇宫宴请我 奉旨 陛下召见主夫妍 主夫妍领旨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怎么猜的这么准 你真会为不先知 傻小子 如果别人能审理的案子的话 那昨天晚上皇上会贸易前来吗 吃吧 我到宫里吃吃了 我要奉劝阁下一句 这个案子牵一发动全身 治药也治难 你要想好了 到底有没有把握能够面面俱到 说完了吗 你还没回答我呢 好 既然你如此的不放心 我干脆就回天牢 省得你担一个烂饱匪人的罪名 好了 好好好 我放心就是了 你解决了皇上的大难题 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 你的出头之日也就要到了 你要好自为之 成请之之 朋友 还是老得好 走吧 你说 你还没回答我 到底有没有把握 什么把握不把握的 事情很简单 无非是一个人想保他 一个人想杀他 而最想保他的就是皇帝陛下本人 皇帝陛下又怕直接跟大汉律法作对 如此而已欺有他的 就这么简单 走吧 走吧 钟大夫急案 这就是你向朕推荐的人吗 正是主夫言 罪臣重建天眼 感激提灵 无以言表 陛下就让罪臣多给你磕几个头吧 平平平平平平平什么 不 罪臣久在天牢 难得给陛下下个跪 既不可施 就让罪臣过过瘾吧 陛下 扶他起来 你又是可而止 陛下他让罪臣是可而止 不知是什么意思 主夫言 天牢的味道如何 有道是世雅何须大 朱雅可来勤 罪臣虽然身居斗士 但是同事而居者 都是本朝顶尖人物 文有初始西域的顶远侯张远 吾有勇冠三军的冠军侯获去兵 真所谓谈笑有红如往来无白丁 不 臣说错了 有一个白丁那就是臣自己 所以臣能够和文武两位侯爷同事而居 朝夕相处 真是惭愧 惭愧得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啊陛下 看起来你这张鸭子嘴到现在还没有变 臣如果变了不是鸭子嘴了 就辜负了陛下的赐号了 极案 极案保举你去审一桩大案 你愿意吗 他跟臣说了 陛下 主敷言表示难题不难 他能够为主分忧替天行道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 怎么了 肚子疼突然就疼起来了 不会吧 疼得很 对不起陛下 臣失忆 失忆 陛下 极案 传御医 不 陛下 不用传御医 陛下有没有残羹剩饭赏臣一碗吃 那臣就不疼了 你 你还没有吃饭 就是没有吃饭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在天牢里早饭早已开过 午饭刚要开 他就来了 他不让臣吃饭 死了活了就把臣拽出了天牢来到这里 臣现在是饥饿难忍 你 挨下陛下 赐主夫妍欲善一席 啊 谢陛下 罪臣主夫妍 谢陛下赏酒赏饭 你吃饱了 快起来吧 朕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效果了 谢陛下 嗯 该说正事了 朕马上就下旨 由你来主审获去病离感一案 限期也是三天 三天 哎呀陛下太长了吧 三天已经很局促了 是吗 回陛下 既然贪酒好色 又酒后无德 胡乱插言 陈参他一前失忆 应该就让他交有私衙门一处 既然住口 主夫妍 三天你都闲长吗 是 陛下呀 这件案子牵涉两位朝廷重臣 万人瞩目 离感与获去病所在的两军将士 无不虎视眈眈 而以前的问官已拖延了十日 臣恐怕夜长梦多 嗯 说的有道理 那就两天吧 两天也似乎太长了呀陛下 两天你也闲长 是啊 你不吐咐也 他也要插嘴 陛下请把他嘴堵伤 你 你 找他说的做 激大人得罪吧 那你说要多长时间呢 回陛下 有两个时辰足矣 天黑之前臣一定结案复职 你 你说的可不是戏言吧 哎呀 臣不敢 那 获去病有一颗人头 臣这儿也有一颗人头 如果余期不能结案的话 臣愿意替李感尝你 好 那朕就给你两个时辰 那朕就给你两个时辰 谢陛下 不过臣还有一句话 臣是戴罪之身 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名义去审 哎 常言道明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请陛下私职 那你想怎么样 暂待廷内衙门之职吗 不不太高了 臣的意思是想借长安令衙门两个时辰 吉大人不会吝啬吧 来 忠夫爷 外面都升堂了 你还不着急 这半个时辰都过去了 人犯都待到了吗 早到了 证人 你要谁有谁 快坐堂吧 你不能打退堂国 我就这么去 你想怎么去 一介不一也能升堂问安 知道的以为我嘱咐眼目猴而观 不知道的呢 你说我汉家威仪何在 真是的 我宁可掉脑袋 也绝不给朝廷丢灭 都火烧眉毛了 你让我哪里去给你找官服啊 吉大人身上这不就是现成的吗 你让我竟然做了个词 我悶没有 为你自己做了 你当我法immun 本官代理长安令 奉旨审讯获取病一案 皇上限了本官两个时辰 现在已经过半了 堂上诸位 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服从本官 否则的话 本官将奏本言翻 是 是 将本案人翻带上堂来 主夫妍 真的是你什么男子 获取病 不得喧哗 本官只问你 是你有一射死里感 使他伤重身亡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本官只问你是也不是 是 虽然如此说 但是还没有证据 我问你们 那些去上林院行为的 还有什么人呢 去的人多了 三千御林军 二十名将军 皇上也去了 那就传皇上到堂 你们没听见的 按照我大汉律法 有关人等 都要对不公堂 什么人都不能例外 还不会去传呢 皇上在宫里 怎么传呢 那就算 缺席了 那么那天到上林院行为的 除了皇上 那是谁的品质最高 那就是魏清了 好 速传魏清大案 魏清 见过长安令老爷 他要传魏清来作证 真是匪夷所思 他不光要传魏清 他还要 还要传谁 他还要传皇上 大胆 皇上息怒 现在什么时辰 从主副眼初攻算起到现在 有一个时辰了 你们要随时向朕奏报 温馨 或许并用剑射死离杆 是你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 那就拒结华 我也认了 证人也有了 定案吧 不然 虽然有魏清作证 但是皇上尚未证实 有道是孤证不证 按律 一个人作证是无效的 好了 我再问你们 那天去过上林院 亲眼看到李赶之死的 还有谁啊 我 我 还有我 刚才获去病所供 魏清所证 你们都看见了 看见了 好 一一写下你们的名字 拒结话 我的老爷 一个时辰都快过去了 你还要审什么 李赶将军还没到案 李赶 他不是已故了吗 他真的过去了吗 他不死哪来 这个案子 你话不能这么说 死了就不能来公堂上吗 我大汉里他好像没有这样一条规定 行了 既然他来不了 那本官就一尊就教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 审得是一清二楚 让大家心服口服 李赶将军在哪里 他的棺木 停放在李广老将军的府内 那好 扛上所有人犯 证人 随本官的叫后 达到李广将军府 继续 审爱 他们到李广家里去了 主妇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难不成他要开棺验尸吗 好 数据 吧 严格西文 好 骆山 好 好 来看看来 好 出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汉将军御林军礼杆之临位 看来礼杆将军之死是确信无疑的了 礼杆将军 本官不才 曾与将军有一面之仰 礼将军深惊百战 一世英明 如今魂返道山 本官本不该前来打扰 无奈此案头绪繁杂 只好前来求教 请将军慢走一步 帮助本官了结此案 我这进去 速警 长言说得好兼听则明偏听则案 现在本案已有获取病的共状在此 只差将军本人的陈述了 请将军务必实话实说 将军你说什么 本官没听清楚 再说一遍 听见了 这回听见了 你是说杀我者获取病 熟力 记下来 李将军 获取病替你偿命来了 别人不要插话 人死为大 听李将军讲 好 将军放心 本官记下了 一定让你含笑九泉 死而不害 皇上驾到 放心吧 皇上驾到 臣代理长安令主夫衍恭迎圣驾 免礼吧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还差一刻就满两个时辰 审完了吗 据已审完 正要进攻向陛下奏报 不用了 就在这里说 臣审理获取病李感一案 所有人犯证人重口一词 李感确实是被获取病故意杀死 那你如何判决 依照高祖皇帝守定之大汉律条 杀人者死 什么 然而李感将军本人却不以为然 他有遗书 遗书没有 可有遗案 什么遗愿 回陛下 这获取病杀人偿命 看似公平 其实是大大的不公平 陛下想一想 死者李感 三代相传 他的父亲李广 早已战死长城 埋骨他乡 而李感本人 终身未去 自然无子 李感的兄长也就是李勇的父亲 也早已顽固 如此算来 李家三代 只剩下李勇一个人了 而李勇呢 又流亡北国 一去无消息 生死两茫茫 所以李勇将军 自杀一个获取病 难道李家就有后了吗 李广父子清明寒时 就有人烧香 扫墓 就能够享受子孙后代 奉献的牺牲吗 获取病啊 获取病 你让李家断子绝孙呢 你罪莫大言 是啊 倘若李感不死 取一房七世 何愁没有儿女呢 但是人各有志 不能强求 李感终身未娶 自有他的道理 别人不要查验 李感 把他唯一的希望 就寄托在李勇的身上了 他生前 最大的遗憾 却是没能见到李勇 回归我大汉 所以本官判定 护取病罪在不赦 可是一死的话 又太便宜他了 本官苦思冥想 就想想出一条 比死还严酷的刑罚来 灭毒 绝盗 说得好 本官也这样想 是不赦不过 可是或许并截然一身 无亲无故 无足可灭 绝后 绝后 他无期无子 绝什么后 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灭他个三足九足的 与李家合补 是不是 所以此案已结 本官做如下判定 为了去李老将军的遗愿 获取病 既灵还需解灵 因此本官判定 现其百日 获取病去医治邪地面寻找李勇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将李勇带回长安 归赴家门 李勇归来之日 就是获取病赦免之时 好 本官判的可公道 要是他跑了怎么办 跑得来和尚跑不了庙 跑了获取病 不还有祖父衍了吗 那时候如果获取病不回来的话 祖父衍愿意用自己的人头祭奠李老将军 如果我回不来 就是死在草原了 大将军 本官可以这样处理吗 音乐成福 陛下 微臣可以结案了吗 前有东方会 后有主妇也 真乃天助我大汉朝 吉大人 现在该是什么时辰了 不多不少 正好两个时辰 这才叫妙术回春 这才叫起死回生 吉案 你慧眼识人 替朕举荐了一个大人才 其实主妇也早已捡在地心是陛下心中的人选了 对了 主妇也在殿外后旨 快传他进来 好 传主妇也 最臣主妇也参见陛下 吉老爷 这件官服远勿奉还 不 吉案这件品级官服 这件官服 朕就替他送给你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大中大夫 十路两千代 官籍良品 主妇也 林志谢恩呢 回陛下的话 微臣能不能把这件官服 转送给另一个人 这是朝廷的典章制度 岂可思乡寿寿 陛下所封臣的 正是他的原品原集 如果他官服原职的话 对陛下 对大汉 都比臣更有用 你说的是谁 我西征大腕 此公正是老马师徒之人 他对西域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都如数家珍 此刻这样的人才 真是可遇 而难求 陛下 还有这样的人吗 这样说起来 他要比张远 还张远了 陛下圣明 微臣说的正是张远 哎呀 朕怎么就把他给忘了呢 好吧 那就依你之见 张远 恢复定远侯的侯位 前往御门关外 参赞军务 谢陛下 不过 不过 这件官服呢 还是留着你自己穿吧 朕那里多的是 你还是不用让给张远了 陛下 这件官服 恕为臣 还是不能穿 你坚持不受 是不是因为朕给你的官太小了 你觉得毫无用武之处呢 陛下 微臣和陛下 还有一个赌没打完呢 你喝醉了 我没喝醉 喝醉了更会吐针眼 什么赌啊 朕都已经给忘记了 那就容臣给陛下提个醒吧 我大军西征 臣曾一言必败无疑 因而触怒了天炎 被打入了天狼 此刻 臣之所以向上人头还在 就是因为与陛下的赌还在 现在 臣下的注还没有改变 请问 陛下变了吗 朱敷衍 你好狂啊 你不会改 朕更不会改 西征必胜绝无一意 这些都是李广里每天一份的军报 这些都是李广里每天一份的军报 你自己看吧 看来这些都是好消息啊 认输就算了 可这军报上都是一面之词 陛下能够断定他的真假吗 你每天都待在天牢里 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假的呢 回陛下 臣在未进天牢之前就已经断定了结果 朱夫爷 你住口 陛下 请荣臣再说一句话 均无戏言 就请陛下把这个毒打完吧 为臣 在天牢 恭候 宝贵 冰山的雪水花了 绿洲的葡萄树了 好远你好久来了 尊贵的客人最了 你是朋友就喝吧 你是敌人就拒绝我吧 将军 一只邪人杀来了 你胡说什么 这儿怎么会有一只邪人呢 是骑兵 满山遍野都是啊 挡住 全部给我挡住 听本将军指挥 我的保险呢 我的保险呢 把保险给我拿过来 那是皇上钦刺的 上面还像有保持呢 快拿过来 快走了吧 大人 你听听 你听听嘛 听听你的儿子在干什么 哎呀 你天天让人听 你烦不烦 哦 这你就嫌烦了 你以为当个爸爸就那么容易啊 等他咕咕坠地的时候 那你烦心的事还多着呢 你呀 要递他洗澡 换尿布 还给他挤养奶 不过你不会白受累的 他呀 会用天底下最动听的哭声来犒劳你 那个时候 你听着就像听到天上的心愿一样美 我真是造孽呀 等他会跑 会走了 你就叫他骑马 第一次肯定会害怕的 不过你不用心疼 最多是摔下来 再抱上去啊 不过你 草原上的男人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男孩 又不能是女孩吗 我找巫师算过了 他说第一胎是像爸爸 第二胎才像妈妈 你还要生多少 你想要我生多少 我就给你生多少 好啊 好 谢谢你 谢谢你年轻人 你这口水救了我的命 您再喝点吧 我活了 活了 你要到哪儿去 我奉左贤王的命令 给魂蟹王送信去 可是我迷路了 我就是魂蟹王部落的 我们同路 您请上马 那路还远着 魂蟹王 你怎么办 我们一起走 总能走到的 好 来 来 驾 驾 墨将刚才看了一下 除了死的逃的 还有多少人 还有墨将清点了马匹 还没有清点人数 人呢 还有多少人 还有一半 只剩下一半了 你们让我如何向皇上交代 啊 昨天晚上 到底 来了多少医治仙人 好像三千吧 胡说 你根本就不识数 滚 我不想见到你 滚 滚 四叔 四叔 还活着吗 在 你替我写个军报 军报 就是皇上每天都在看的 你就说 就说 就说 就说西征大军 行至 这什么地方 月亮峡口 行至月亮峡口 一致邪精锐骑兵 五万堵截 臣里鼓立 身先士卒 身先士卒 抓住战机 当机里断 将士用命 有我无敌 迎头痛击 来犯之敌 斩首一万有余 你写 是 是 是 我军 并无伤亡 不 我军伤亡 百余人 还是有整有灵的好 还是有整有灵的好 这个你不要写 谁啊 你就说 呃 此乃陛下天威所致 顽敌望风披靡 我军稍作修整 挥石西进 大平大满 当不原意 就这样写 就这样写 一个小小的大碗 我五万大兵 别错了 哼 你能不能替我求求王爷 我想偷偷回长安 那胭脂呢 孩子呢 难道你就扔下他们不管了 可我祖父 一家都在长安 五年了 我都快要憋死了 我祖父已经七十岁了 他还有几个五年能等我呢 我要回去见他 你说的是汉朝的黎广老将军 你也知道他 我们这儿的人 谁不知道汉朝的黎广将军呢 何况我也是从长城南边过来的 你要见的就是他吗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父亲 是爷爷一手把我带大的 难道让我在草原上 等我自己的儿子出生 就永远不让他老人家 见到他的孙子吗 你已经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他怎么了 你告诉我 他已经去世了 不 你知道的 你告诉我 他真的已经去世了 你胡说 走 他的坟墓 就埋在长城内的点江台下面 你 爷爷 孙儿不孝啊 老爷 有人探监来了 如果是长安令的话 就给我挡架 是位姑娘 姑娘 居然还有姑娘来探我的监 他准是眼睛出了毛病了 她的一双眼睛真的好大 是位漂亮姑娘 那就不好不见了呀 我主夫眼一向是重色轻友 快请 等会儿 如果是一个叫秋缠的姑娘 还是不见为好啊 他就叫秋缠啊 主夫眼先生 你为什么不肯见我 那是因为你太美丽了 你瞧你 眉睿杨柳 鼻如玄胆 一双眼睛像黑宝石一样 男人见了会做梦的 我主夫眼也不例外 被你这么一说 我都觉得我自己老了 不是你老了 是你惦念的人年轻 那你是知道我的来意了 无非是稀老连贫 同情弱者 给我这个死囚 带来一点阳光罢了 不 我是来求你的 那你可是走错门了 不 皇上那句话 也是我的心里话 前有东方慧 后有主夫眼 你和东方慧一样神奇 你可以看透每个人的心 姑娘谬赞 而且错爱了 东方慧 身藏不露 胸有成竹 而我主夫眼 只有一张招灾惹祸的破嘴 我求你 你开一次金口 你告诉我 结果是什么样的 她还能回来吗 她 她是谁啊 在姑娘心中 恐怕有两个她吧 一个姓李 一个姓霍 她去找她 都是同一回事吗 听起来姑娘真是为难啊 她去找她 那我想无非有两个结果 一 就是两个人都回不来 你想啊 那里有不肯归汉的话 或许并只有一个选择 杀了她 她会自己埋骨黄沙 我最怕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结果 两个人平安而归 安然无恙 不过那个时候 姑娘的心 总不会劈成两半吧 在先生面前 我觉得自己都变成透明的了 先生 你帮我测一测吧 看看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有没有什么两全之策 放心 这天底下还没有我主妇眼 解不开的死结 但是姑娘啊 你 得先问问你自己 你究竟要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清楚 那你让在下怎么揣测啊 下面 揣股 提八字 算流年 先生 你会测字吗 那都是东方会玩剩下的 我就不抢他的饭碗了 那随便算什么 只要能测到结果就行 结果就是 两个人当中 只能回来一个 一个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 就是姑娘应该忘掉的人 忘掉的人 是李勇回不来 还是或许便一去不归 回来的 一定是值得姑娘爱的人 先生 好了 我已经说的够多的了 鸭子嘴也得歇歇歇歇了 一桌大哥 替我送客了